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以帝王的个人意志未转移 如果皇后与皇帝夫妻不睦 通常受害者会是皇后 比如说 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后孟古清 婆儿几基特氏 因与顺治关系不睦 最终被废 成为清朝唯一被废的皇后 除此之外 清朝还有一位不废而废的皇后 被称为四五皇后 她就是乾隆纪后挥发那拉时 今年乾隆纪后挥发那拉时 两次被搬上迎庭 不管是延禧攻略 忠权谋老道的贤妃 还是如意传中文晚善良的如意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结局凄惨 历史上的纪后那拉时 可以说是乾隆最厌恶的女人 至于其中立原委 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她一直是 营绕在后人心中的一个谜团 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 刚过了上元节元小节 乾隆并携带众多妃品 开始了第四次男群 看一下本次男群的后妃名单 重庆皇太后纽红路市 孝盛县皇后 皇后那拉市 令贵妃卫市 庆妃路市 龙平和卓市 常在汪市和宁常在 其实仔细分析这份名单的话 里面有很大玄机 首先令贵妃是纪后那拉市 最大威胁者 两人关系肯定不怎么样 而汉人出身的庆妃 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令妃党 乾隆甚至还将领贵妃所生的十五阿哥 永远交给了庆妃俘主 其次 荣平和卓市与纪后 那拉市的关系也不太好 如意传终 寒香剑与如意的关系不错 但历史上他们却如仇敌一般 朝鲜史料曾有一条记载 回后禅皇后 回后 指的就是荣平和卓市和卓市 曾是回布首领小和卓的妻子 而宁常在也是回布女子 她与农贫的关系自然很好 那么 剩下的一个名分不高的永常在 则是什么来历呢 永常在汪氏及后来的敦妃 她是皇使女 顾伦和孝公主的生母 前往年最宠爱的妃子 不过 当时的汪氏刚由一名宫女 近身未常在 因她曾在重庆皇太后身边服侍 所以她也就是皇太后身边的人 大家都知道 乾隆季后纳拉氏 曾经一度非常受重庆皇太后喜爱 如果没有重庆皇太后 纳拉氏入驻中宫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 就在乾隆三十年的这次男群中 季后纳拉氏却做出了简发的异常举动 不管原因是什么 但她的确是犯了皇家大忌 纳拉氏这个举动 就连喜爱她的皇太后 也搭出上半句好话 纳拉氏剪发是在诅咒皇太后或者皇上死 最终 纳拉氏失宠了 而且是跌入了万丈深渊 乾隆回到皇宫后 收回了纳拉氏手中的四份侧宝 并晋升魏氏为皇贵妃 魏氏成为后宫的实际同龄者 此后 纳拉氏的待遇被不断的削减 最后 降到了答应了标准 身边只有两名宫女而已 乾隆三十一年七月 纳拉氏再度过一年多的痛苦岁月也可能是快了 因为他的包袱已经全部放下 带着对儿子永基的牵挂 何不舍离开了人世 中年四十九岁 当时乾隆正在木兰围猎 听到消息后竟然不为所动 下日让永基回京办理丧事 以皇贵妃的理智下荡 实际葬礼不过相当于答应的待遇 首先 乾隆没有给纳拉氏上嗜好 令她成为清朝唯一没有嗜好的皇后 其次 纳拉氏没有自己的地宫 乾隆将她塞到了纯会皇贵妃的地宫 再次 纳拉氏没有牌位 不管是享殿还是官前都是空空如也 最后 纳拉氏没有任何迹象 就算是普通的常载或答应 每逢清明和年底都有两次大计 而纳拉氏则一无所有 所以 有人称纳拉氏是四无皇后 通过这四个待遇 可见乾隆对纳拉氏 是该有多么的憎恨和绝情的 如果再给纳拉氏 以此重新活一次的机会 相信她一定不会选择进入紫禁城这座牢笼 与其相比 还不如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更加自在和快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